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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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y 是 這是成恩門 看到這麼有歷史的古蹟 它是我們台北市目前為止 唯一僅存的清代建築之一 保留一個最原始的樣貌 沒錯 那今天我們來到了中正區的光復嶺 這裡也是設定古蹟最多的一個區域 究竟它裡面有著哪些 你知道我不知道的 舊城區的設定古蹟呢 那我們來去找里長吧 走 走 音樂 我們剛剛從北門這邊走過來 開封街這一條 好像都是音響跟相機接耶 對對對 好像我們里辦就在這附近 真的嗎 對耶 光復嶺辦公室 那我們去找里長吧 走 好啦 我里長在嗎 欸 你好 音樂 你好 音樂 你好 音樂 你好 我是HONDA 你好 我誰你 主持人喔 對耶 里長是這樣子 因為我想到那個中正區的光復嶺有沒有 我的印象裡面就是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多那種 舊的建築物的地方 然後好像有一些美食類的東西在這邊 我想說可不可以請里長帶我們去走走觀光 好的 光復嶺呢 我也在八年來做了一本有關我們光復嶺的經貿交動文化 商圈的一個黃金聚落 溫柔的力量 我們里長很用心耶 還把整個光復嶺的一些古蹟啊 然後美食啊 都把它放在裡面 你看還有鐵道博物館對不對 交通啊各方面啊 五大商圈 五大商圈 這個對我們光復嶺的特色 是 我們可以半日游一日游 就可以到我們光復嶺來 交通也很方便 要到新北市啦 到台北市呢 都是一趟車子 金瓜石啦 酒糞啦 也是一趟車子就到了 交通四通八達 對四通八達 那里長我們現在已經撲不及待 想要請妳帶我們去看 妳看所有的走走逛逛吧 好的 那我們就一起走吧 好走走走走 今天呢 兩位一個帥哥美女主持人 然後我們的執行長 培同我們一起去走讀啦 走讀喔 一起go 走走走 然後等一下 執行長很厲害 他又有一個專門的器具 他要帶我們去裝吃的東西 裝美食 執行長非常的專業 對 走退車 好走走走 是 好 你看裝這一家齁 對啊這個有日本的那個牌子 很明白 執行長這個就是我們的很有名的梅林水果行 是的 它很不像一間水果行 對 金平館的感覺 我們竟然這樣吧 對 嗨 老闆娘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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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長特別帶我們來逛你們的那個水果行 真的很不像一間水果行 對對對 大家經過的時候那執行說是水果行 我以為是賣金土店的 你知道嗎 你看它每個東西都包得好精緻 都超精緻 小小包得很精緻 現在剛好是那個蓮霧的產季 對 蓮霧這麼大的樣子 對 這好大 跟拳頭一樣大的蓮霧 跟手掌一樣大 我的手掌一樣大 天啊 八掌蓮霧 來來來來 整個八掌蓮霧的 跟我的手一樣大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喔 平種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對 我一般看它就是這種 超很多耶 黑珍珠 我第一次看到八掌蓮霧 對對 那種蓮霧 八掌蓮霧這樣 哇 好漂亮喔 對 它平種不一樣 起來的口感是 口感它吃起來比較清香 清香 還好 還好 黑珍珠的甜度比較好一點 黑珍珠的甜度比較好一點 是 是是是 黑珍珠的那個種類比較少 是 有日本的荊棘 有日本的蘋果 是 還有菇甘 喔 菇甘 對對對 喔 藻枝 藻枝也好大 這個 跟那種棒球一樣大的藻枝 有沒有 我剛才發現到那個 那個世家有沒有 台東世家 哇 這個大到那個 這個不是我的頭 但是Amy的頭這麼大 你看 哈哈哈哈 好漂亮喔 這個這麼大喔 對 放的都很漂亮 很精緻的感覺 你看 連椰子也是一樣這樣子 有沒有 感覺人家超消暑的 對 老闆我們可以買一顆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好 不是 哈哈哈哈 我們帶來回去品嘗 因為它真的可以讓人家出力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這樣子也收到這個 這麼好的禮物真是 感謝老闆娘 謝謝 我們也很少吃這麼高檔 所以說我們到光復裡來 一定要來找我們的美鳥 我們的美鳥水果王 找我們老闆娘來買這個 巴掌鐵物 還有它裡面這麼漂亮 這麼美麗 這麼好吃的水果 謝謝老闆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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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參訪北門的 是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台北郵政博物館 過去我們台北郵局 我們把它恢復以前呢 這個古蹟的形狀 下了很大的這個貢物 把它弄著古色古香的很漂亮 引到拆除以後呢 北城門的周圍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景點 有正博物館 然後在山井倉庫 過去叫山井倉庫 現在已經叫做記憶倉庫 雙子溪大是我們跟大同心 各在一半 有雙子溪就是有兩個星 高的那星是屬於我們光物裡的 就是水修之後這邊變得很空旺 整個很空旺 然後公園也很漂亮 因為我喜歡拍照有沒有 那我注意到這邊好像有一條相機貼式嗎 對對對像這個相機這上面寫的 台北相機街 前面這裡是一個古蹟 後面呢已經要改建了 李小姐妳說這個相機舊的以外 其實它裡面還是有賣一些新的 像數位相機還是有 對對對 那個像古董相機 那個是很難得 博愛路是攝影師們 還有愛照相的朋友們 最喜愛的一個地方 沒想到我們繼續走吧 正記主角 對 老闆呢 那個鄭德峰 那到示範的時間呢 可能就要拍很長 拍很長 拍很長 剛剛都說大家都會聞香下馬 對對對 剛剛就聞到香味而來 滷肉的香味 超香的 遠遠的就飄出來了 很香 到光屋裡來一定要來這邊品嘗 專程從別的縣市 就是要到這邊來吃的 我剛剛看老闆從裡面這樣子 好像從火爐出來 整個汗流加倍這樣 現在全身還冒汗 真的是用很努力的去做 很好吃的豬腳 我們實實在在的做 我們里長也很推廣 我們里面的一些觀光活動 希望大家能夠有機會來 我們光復裡多多參觀 多多用餐這樣子 對 里長用心 老闆跟用心 你看我們的大骨湯 他是大骨湯嗎 對 大骨跟高湯下去熬的 這是免費去用的 免費去用的 免費去用的 對 對 這個好濃郁的感覺 第一次看到大家取湯 可以這樣子 咬那個真正的大骨湯 而且裡面還有蘿蔔 對 加了蘿蔔 買豬腳飯是不是都有分部位 我們的最主要就是用腿褲 就是沒有骨頭 我們已經把它去骨了以後 就那麼麻煩要去骨頭 當然也有腳底跟中段 這些就要紙丁 好 對 一定都是台灣豬 我們有台灣豬的標誌 對 每天都是用新鮮的豬肉 溫體豬下去製作的 我了解 二望不說老闆 我們可不可以來一份東坡肉跟豬腳 好 因為里長特別推薦 我們剛剛看完之後 他第一件就直接 就帶我們來這個地方 他非常重視我們這個豬腳飯 好 那我們就各帶一份 到台北市 就一定要來 來我們這邊品嘗 里長 那過來我們就到下一個吧 好 走 走 這是我們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古蹟 他有整修過 過去也有一場火災 最早的時候給官兵有住過 然後又整建 這個歷史很永久 他現在也有外書 經常會有文物的一些展覽 一段時間一段時間 都會更換 所以如果大家要了解 那個虎台街洋樓的一個歷史的話 可以來這邊看一下展覽 對 你看他這個建築 對 有他的特色 是 那我們就繼續我們的行程 好 你長這邊有一家日式料理的感覺 這樣是 這已經正在六七十年的老店 我們來這邊吃套餐 常常吃到都要打包 他套餐呢 他都有 那是配定食 定食 什麼都有 都有 日本料理都有 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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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片 還有那個 茶碗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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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蠻精緻蠻優雅的感覺 超常就是很精緻這樣 是 那我們下一天走吧 走吧 走走 立正 我們不是要去東一排骨買骨飯嗎 這邊就是東一排骨 這邊就是東一排骨 在二樓 他的那個店裡面是 富麗堂皇 是餐廳嘛 這哪是排骨店 老闆娘 老闆娘 我們這個東一排骨 便當店 很不像便當店 好像西餐廳的感覺 你知道嗎 這像個飯店 有虛格不一樣就對了 那是像五星級的飯店 像五星飯店 都要來 來這邊吃飯很值得 要想像他的音樂 他的那個環境 這哪像在吃排骨飯 這根本就要吃西餐廳好不好 對對對 有點像 我要點一個那個 排骨飯 排骨飯 東一排骨 東一排骨 當然就是排骨是 最有名的 那除了排骨飯咧 他的那個雞腿飯也不錯 雞腿飯也不錯 執行長你喜歡哪一種 雞腿飯 雞腿飯 因為他炸的很特殊 這樣子喔 這邊有複湯 複小菜 還有複果汁 也有果汁飯在那邊 複果汁 那我來一個麻油雞飯好不好 好 我們都不一樣麻油雞飯 這個就是餐廳的牌子 還有這個餐廳的籽樣 整個都餐廳的感覺 音樂燈光美 氣氛加 然後冷氣吹得涼涼的 這個排骨在這邊至少要吃兩份 一份怎麼夠 對不對 這個感覺真的好棒 好像西餐廳的感覺 那里長到不然我們再往下一站去吧 我們要下一站 好 走吧 裏長今天吃什麼 今天吃什麼 蛤 裏長我又聞到香味了 蛤 對 牛肉味吧 是是是 牛肉麵有香味 那這邊有一家非常有名的 牛肉麵的拉麵 很有名 現在先煮的你看 滾滾滾 對 只有小吃的價錢 但是呢 是有那個高格調的一個味道 老闆我們這邊都是以拉麵為主 是不是 也有氣餒 城中拉麵大家就吃到 到這一家來吃 你看我們這邊有一些那個佐料 然後這個都是我們自己炒的是不是 自己做的 它是豆豉 豆豉辣椒醬 然後這是那個辣油的 酸菜 酸菜 豆豉辣椒的 一家就更讚的吧 裏長要不然我們就點你最喜歡吃的 牛肉麵 然後我們再點一些小菜 你們要吃的都可以啊 OKOKOK 沒問題 我們就到下一站了 好 我們這邊還有很多好吃的 還有很多好吃的 來 走走走 裏長這邊是 我看要炒的人 很多人喔 對對對 炒什麼都有啊 牛河啦 炒罐也很有名喔 巷子裡面 楊城小館 大家也都知道 就剛剛我們的一個拉麵 然後這邊就楊城小館 這兩家 算是大家比較熟識 比較常來的 比較喜歡的 對 楊城小館就是專門賣那個快炒 快炒 快炒類的東西 對 好 那你只要讓我們 我們下一站吧 好 那我們就準備下一站 好 我們從那個城中的美食 那這邊雖然是在這個走道上 它也是我們城中的一個美食 是 發酵餅 很有名喔 對 都很好吃喔 阿姨 我們這個是 里長說是發酵餅 但上面寫酒釀餅 對 都有 各種 各種口味都有 各種口味都有 你自己做的喔 對 胡椒口味 胡椒口味對不對 切開這樣子 哇 阿姨還把它切到 哇 芝麻的 芝麻花生的 熱騰騰的 這個 熱騰騰的 紅豆喔 它是小紅豆喔 菜脯 菜脯 菜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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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蔔的 蘿蔔的 還有 綠豆沙 還有綠豆沙 這是綠豆沙口味的 不要讓開喔 好 好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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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老麵 這是老麵 這是老麵的 這是煙味的 老麵的 很好吃耶 很多人很喜歡吃 這個叫做消化餅 消化餅 其實我們剛才只是想買這個而已 結果老闆娘一直切 一直切 哇 擋都擋不住 一直切 那就老闆娘 我們就全買了好不好 每一個都買 來來來來 那現在要介紹的是 我們現在經理已經在門口了 你好 經理你好 你好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 離心西點咖啡 這個 外面有一個特色有 好像俄羅斯華娃 爆這個糖果 那是我們裡面的 主要的招牌的 俄羅斯卵塔 是創立在1922年 在上海 是 所以它是跟俄國人合作 就對了 軟糖 它就是我們的那個鎮店之寶 是 我們裡面的麵包 是不是也有俄羅斯的風味 或是 我們也有一些俄羅斯的 那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 好來來來來 那我們進來看一下 經理說這個就是俄羅斯口味的 這個都是俄國人帶過來的 俄羅斯 俄國人帶過來的 這兩個都是是嗎 還有黑麵包 黑麵包也是 這個俄國的主食 他們的主食就是黑麵包 黑麵包 跟我們一般那種 雜糧麵包不太一樣 對 差不多 對 小土式那樣 俄國藝人 安妮 她也是俄國人 她也是來這邊 看到這個麵包 好感動喔 就拿起來聞 都哭了 好像回到家鄉的感覺 對 對 所有的記憶都回來 好特別 俄羅斯的麵包 這很少遇到的 場面上也都有一些 以前的老照片 對 對 我們去喝咖啡館 一般都會有蛋糕啊 甜點的 我們店也有這樣的東西 當然我們現在介紹一個 就是說台灣第一個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蛋糕 其實這個在國外叫做 魔鬼蛋糕 那簡老闆就覺得說 這個魔鬼聽起來好像 不太不好聽 所以他把這個改名叫 天使蛋糕 魔鬼跟天使之類 改叫天使蛋糕 對 台灣人過生日都是豬腳麵線 對 那個年代 用這個生日蛋糕很少很少 它是全巧克力 裡面切麵都是巧克力 對 巧克力蛋糕 它裡面的奶油餡也是巧克力 我們這邊不只有這個 糕點有沒有 也有餐點 也有餐點啊 所以要吃飽的 然後吃點心的都有 然後我們在明星咖啡廳有全台第一的俄羅斯軟糖 對 然後還有第一個巧克力蛋糕 都在明星咖啡廳 天使蛋糕 對 今天非常謝謝經理 來這邊慶生是一個很好的場景 很好的地方 謝謝經理 謝謝 李長這個是我們台灣省城隍廟 那這跟一般的 比如說我們在峽海城隍廟 它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它是屬於台灣省城隍廟 它名詞叫做台灣省城隍廟 它也是從那個二八公園的廟池 在那邊然後移到這裡 移到這裡 然後我們這個城隍廟也做了很多的社會服務 就是921大地震 或者什麼風災 他們也都有大量的捐款 然後也捐一些救護車 做很多的社會公益 城隍廟有一道便去送物資 還有一些校舍的一些改建 發放一些獎學金 然後有需求 是 都會陸續在我們中正區 也是在我們裡面 對 所以我們就是里長 也會陪同他們運任的董事長 然後到便宜區去做這個社會服務 然後有一些大的捷任 這邊就很熱鬧 我們趕過來拜一下 我們過來拜一下 好 我們往那邊走 好 來 立場走 這個天才也是在我們這個光物裡 算是一家老店 也是 聲音也會非常的好 就在武昌間十六項 這個老闆娘 經營得非常好 歡迎大家來城中玩 就是這邊在地的各方面 美食啊什麼都很不錯 老闆 我看我們店裡面好像從1957年 代表已經六十幾年的歷史 對 第一代攤位到現在 這樣子 現在已經傳承到第三代 我是第二代 我是第二代 對對對 現在小孩子在辦裡面幫忙 對 中午的時間其實我們看人很多 對 那我們店裡的招牌客人最常點的 關東煮是非常的有 是 對 那其他都還不錯 我們生影片都是在地的 也有定時類的就對了 都有都有 我們放定時 招牌是關東煮 那我們就來一份關東煮 買一份關東煮 關東煮是那種要自己選料的嗎 我們幫你配也可以 還是你喜歡吃什麼 點什麼都可以 那這樣老闆娘 因為裡面都是人 不好進去還是我們點 然後你幫我們 要幫我們配 要幫我們配 他們再買一份中和的 我們在旅公室 我們這大夥一起吃 那就買一個中和的 好沒問題 不用啦 我來請客就好 謝謝 所以這條是等於是我們 我們光復裡的一條美食 光復裡美食多 古蹟多 我們這邊的 幼魚羹也有他的特色 已經是第二代在經營了 第一代的媽媽跟我是 同領同業同日生 現在已經第二代 第二代年輕人肯來接 是非常好 每次來他都一定要我進去吃 真的 那我們就來一碗幼魚羹 對啊 對 我跟他講 等一下你再過來拿 那李長官還是我們往後 對 這一條是美食街啊 特別來那個 訪問一下這個老闆娘 她在這邊經營了 已經好幾十年 是 我的年資大概有三十五年了 三十五年 叫藍亭川菜館 對對對 它是有它的特色 有現潮的 呃 便當什麼都有 招牌菜是哪一種 我們家招牌菜都很好吃 都好吃 每樣都好吃 每個裡面都高棚滿座 對啊 高棚做生意這麼好 有經過這裡就來這邊吃飯 記得來我們的藍亭川菜館 找我們的老闆娘來吃好吃的川菜 每道都是經典 剛剛老闆娘說他們沒有什麼招牌 每道都是招牌 好不好 謝謝老闆娘 謝謝 謝謝 禮長我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剛剛執行長要帶這個藍手推車出來 我們這個光復裡真是美食的天場 你看整車滿滿的 快滿出來了 對 那我看禮長還是我們現在就直接回去我們的禮拜 我們現在就準備打道回胡 好不好 大家今天的收穫滿滿的 真的是滿滿的 對 那禮長你看我們要從哪一個開始先來呢 關東煮好了好不好 關東煮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關東煮 我們那個日本料理店的 天才日本料理店的那個關東煮 那我來吃一個關東煮看看 我們吃個蒟蒻 看起來好好吃 對 關東煮這個好像是我們台式口味的 但是它好像有加在日本式的醬料 吃起來甜甜的 對它還有醬料 甜甜的 鹹鹹的 但又不會很膩 嗯 真的真的 甜甜 今天印象就是明星咖啡館的那個 對 他說俄羅斯軟糖 對 明星咖啡 他那個俄羅斯軟糖 是他的招牌 還有那個蛋糕 而且有一些西點蛋糕 我們剛剛說那個什麼 天使蛋糕那個 對 我吃看看這個俄羅斯軟糖 短短的 軟在什麼地方 嗯 口感很不一樣對不對 口感不一樣 它這外面不是糖霜耶 它外面好像有點像 不知道是那種糯米粉還是什麼 吃起來像滑滑的有沒有 然後裡面的那個 那個核桃還蠻好吃的 很Q啦 很好吃 二頭吃的口味 在我們台北就可以吃得到了 天使蛋糕 是 吃了你會覺得說 哇真的是 一大享受 一大享受 像這個正記的豬腳便當 豬腳飯 然後呢 這個是東一排骨 東一排骨飯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龍肉拉麵 龍肉拉麵 我們那個城中市場裡面的 龍肉拉麵 是 一定要吃的拉麵 還有它的滷味 它的滷味 也很有名 後來你吃吃看那個 豬頭皮 它的豬頭皮端端的 對對對 覺得很好吃的感覺 對 是不是端端的 嗯 這美食真的是 很多 滿載而歸 非常豐盛 這真的很豐盛 我們只是把它 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的把它擺出來 因為真的 雖然桌子那麼大 我們也擺不下 哈哈 那你趕快看看這個 吃吃看 那厲害是什麼地方 看起來很嫩喔 嗯 南瓜會排隊 哎呀 東一排骨還有這個 麻油雞飯 麻油雞 這個是麻油雞湯 麻油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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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一碗這樣子 還有便當 我第一次說 光那一碗就吃飽了 根本就不用再加便當了 不用再加便當 對啊 我也說那是 特地煮一個麻油雞湯 原來它麻油雞便當 就是那個再加飯 他有給我們多了 多了 哈哈 至少也有 至少也有 有加料 加料 至少有麻油雞 然後另外一個便當 便當裡面有菜 有肉 還有其他的 麻油雞是一個它的主食 我們今天去了一趟 很珍貴的梅林水果行 它的水果就是呢 巴掌蓮霧 對 這個很難得 對 已經把它分切了 我們一人一個 分切好了 一人太珍貴了 分切好了 我們來吃吃看 巴掌蓮霧的口感是怎麼樣呢 其實我剛剛在切的時候 它水分真的很多 這也太甜了吧 真的是很甜 真的很甜 跟一般的蓮霧都不太一樣 這高級的 對 就像老闆講的一樣 很清香 又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黑珍珠 黑珍珠 又跟那個黑珍珠不一樣 對 我們剛剛沒有切的時候是這樣子 然後切完之後像這樣子 我剛剛就放在這 好像有點舒服空的頭 很新鮮啦 一看就真的是 很特別 其實我們剛剛還有跟一個阿婆 買的那個 發酵餅 我還吃一口 發酵餅 它有很多種口味 是 這紅豆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然後其實我覺得阿桑今天超熱情的 一直切 一直切 哇 真的超感動的 超感動的 我好怕他整車都把它切完 我們要整車拿去 整車帶走 這樣子 里長 那我們就是買了這麼多之後阿 那我們剛剛也走了 走讀了一趟那個中正區的光復禮 對 那在那個北門那個地方阿 它好像是就是 唯一一個就是保留它最原始的樣貌 好像它早期是清代的一個時期 是不是 它最原始 北門當然就是說跟以前不太一樣 背包客阿 或那個其他的 觀光客 觀光客 上來都會去那邊 然後我們其實剛剛還經過了一個 中山堂 就連今天平常其實人也蠻多的 對不對 對 可以一日遊阿 半日遊 剛才不是有送我那一本 那個我們的里內的一個日誌嗎 對對對 那我發現裡面有很多 我們里內辦的一些活動 插花班阿 或是一些音樂班阿 什麼班這樣子 應該就在我們旁邊的活動中心裡面 有這樣子辦這樣的課程是嗎 對我們既然有這個活動場所 我們都充分的利用 有辦很多的講座啦 還有社團班隊啦 音樂講座啦 共產我們也請很多 很多學有專長的大學教授啦 律師啦等等的 都是博士級的來這邊上課 是了解 今天就非常謝謝里長啊 親自帶我們走了一趟中正區的光復里 那也歡迎觀眾朋友們 如果有機會呢 來北門城這邊走一趟懷舊之旅 今天我們來到了中正區的光復里 那HONDA我們下一次要去哪裡呢 敬請觀眾們 準時收看 里長今天吃什麼 拜拜 拜拜